名媛蔡天鳳案 至今有5人被捕 其中4人27號提堂 除了軍動中港台 不少海外媒體在多個地區報道 當中包括日本、韓國、馬來西亞、印尼、印度、巴基斯坦 和泰國等地都有傳媒報道 歐美國家例如英國、美國、西班牙、法國、俄羅斯和希臘 遠至非洲、南非都有傳媒關注事件 美國媒體形容事件是無骨悚然的殺人案 而泰國和南非傳媒就形容蔡天鳳是被逃載 有日本媒體就指事件是房地產17億日圓的悲劇 有不少人擔心蔡天鳳的子女長大之後 理解到事件時一定會很痛苦 蓋探錢財對人的影響實在很恐怖